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大六月份的民调显示 特区政府满意度方面有达6成60.4% 受访者不满特区政府表现较五月份大幅攀升两成 到达19.9% 满意的不足两成为18.4% 与去年同期30.1%相比 不满意港府的百分比足足高出一倍 港人对于特区政府的信任也引起严重的警号 六月份表示不信任港府的受访者贴近五成48.9% 较上月大幅上升近两成 信任港府的较上月低2.8% 跌至22.1% 不过市民对港府的信任度仍较北京高 对市民对特区政府特首表现不满 似乎拖累市民对北京的态度 六月调查中只有17.4%的受访市民表示信任北京中央政府 表示不信任的则有54.7% 较五月份高13.6% 回答普通一半半的有24.2% 与去年同期相比市民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一年前的21.9%还要低 表示不信任的较一年前高出14% 特首满意度方面 六月份受市民对林郑月娥表现评分为37.5分 较五月份的评分大幅下跌10.6分 当中30岁或以下的持有大专或以上教育程度的男性受访港人 给予林郑最低评分 相反 51岁或以上小学或以下学历的受访女性给予林郑较高分数 该次民调由中大亚太研究所电话随机抽样 6月17至20晚间进行 共成功访问732位18岁或以上市民 此外香港反送中引发民众与政府警方的激烈冲突 对社会各行各业带来的影响逐渐浮现 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 由于香港社会动荡不安 过去两周有3万名大陆旅客取消来港 较去年同期几叠超过三成 而且对酒店业和零售业引发连锁效应 恐有关损失会进一步扩大 促勤政府尽快回应诉求 让社会回复安宁 香港民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触发多达200万人上街游行之后 又接连发生战据金钟一带马路 冲击立法会 甚至包围警察总部等事件 社会上出现动荡 不仅导致市民开始传出埋怨的声音 也让香港旅游业界特别受到了影响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 香港本身受惠于游览大湾区的大陆团 与去年同期比较 原本每日有200团大陆旅客来港 就差不多是6000人 但过去两个礼拜 因为香港接连有游行示威 有些旅行团直接取消香港行程 集中游览澳门和珠海等等 共计损失3万名大陆客 下跌了36% 酒店业界也受到连锁影响 崔定邦表示 我认为双方都应该冷静 香港绝对有机会示威的权利是没问题的 但应该要找到对象 像是应该是对立法会或是对政府总部 而不是其他地方 我认为政府也应该聆听市民的意见 双方都需要冷静 有旅游业者透露 很多中国大陆旅客知道香港出现连场示威冲突 纷纷改道前往澳门或东南亚国家旅游 连自由行的散客也避免来港 旅游界指 由于不少旅客担心香港情况而减少来港 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下跌5% 房价也下跌了约5% 酒店收入总计减少一半